看见大哥了吗 看见了 你哪样感觉这大哥 没看清楚我 个儿都行 个儿挺好 来 我先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田秀琪 大哥自己介绍一下 叫啥名 我叫张丽财 对 张丽财 好看 美女 好吧 不像说是有的人 说是丑一眼不行 还没解出来不行 他觉得还挺好 还挺有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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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 得说主随刻变 我这一天早上 吃不吃饭 你先吃点饭去 走走走 你觉得他那些 直腾直热的 直腾直热的 对 两人一见面 对彼此的印象都还不错 张大哥一米八的身高 还有那份体贴细心 都让田娜姐十分满意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的简历吧 我从八岁一直念到十九岁 书念了十一年书 高中毕业了 毕业了 毕丸业 直接就没回农村 直接就在村上当主因了 当了十多年主人 当主因那些 我记得是八几年就改革开放了 改革开放我就不当了 不当个长层 回那路了 做了七年买的 就是我跟前妻离婚 离婚二的名 张大哥倒是实惠 上来就主动把自己的个人经历 和婚姻情况 跟田大姐交代得清清楚楚 可是田大姐这边听完啊 心里却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我就怕你真正实实是 是你们离婚了 离婚了这么多年了 万一有一天前妻回来呢 你说 那我就不算啥了 什么都不是了 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吧 因为咱们就像 你问我哪有话 我老去是不是 我也是要面的人 也是格外 也是我五七尺的男子汉 所以他超出底线了 所以我才这儿给他离婚 这个店以前我老儿子开就到了 就分给我那儿了 这是开个什么地儿吧 或者是什么 花圈店 这实际就这样 我咋就不隐瞒 不不隐瞒 这个没啥没啥 因为我这人吧 告诉你 我也不隐瞒也不尝了 就是你能接受这个 咱们说句不客气话 能接受这个 那咱们就干啥了 张大哥说 其实他早就习惯了女人们 听到他开的这个花圈店 以后的反应 只是没想到 田大姐的反应 竟然这么大 田大姐说出了自己心里 真正惧怕的原因 本来自己就对花圈 受益啥的有忌讳 再加上经历过给前夫办后事 所以他现在只要一看到那些东西 心里就会有阴影 有啥想念的 我都摆了22年了 22年了我开这个店 要是没有这么高的利益 我干啥不行 我捣了买卖干啥都行 因为我做了很多买卖 你说粮啊 鱼啊 还是干鲜的 蔬菜啊 还是瓜果 我捣了很多买卖 哪个人没有这个买卖 比较经济识 另外来讲呢 我这个年龄 我因为干这玩意挺好的 也不风吹 也不日赛 而且呢 我老实说 我说句最识的话 借入小楼也得给我钱 创门的很少 你说说吧 从过年到现在 过年到现在 我管先生活也就 挣了一万块钱 关于应可 这个是你自己考虑的问题 田大姐说 自己也懂得 人无完人的道理 找对象啊 就更不可能要求 十全十美了 看看眼前高大实在 体贴能挣钱的张大哥 再想想自己 前半生受的苦挨得累 田大姐有点犹豫了